欢迎大家来到美日亮光 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当中 对于耶稣的死 是门徒跟跟随他人 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 尽管耶稣要预备 被第一十字架的时候 他不只是讲了一次 有关于他自己 将要死而复活的事情 那很可惜 他的门徒就是听不进去 尽管门徒一直与耶稣同在 最终还是离开了耶稣 可是有一群妇人 始终跟随着耶稣 甚至他们一直为耶稣的死来哭泣 那摩达拉的玛利亚 来到耶稣的墓穴中 要为耶稣的安葬 做更多的处理 他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玛利亚心里急了 就在坟墓外面哭 但是这样的震撼没有多久 天使向他们解释 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个地方了 若是我们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也不知道 如何向别人解释 耶稣已经复活了 在当时 耶稣是不断地向人彰显他的复活 人们亲自见到复活的主 耶稣出现在玛利亚和门徒的面前 证明他死而复活的方式 就是向他们来显现 而经过了将近两千年 是难以再次用实验的方式 证明当时耶稣的复活 也不能依靠当时的正能 来证明耶稣的复活 当时他们都亲眼见到耶稣被钉死 或者是听闻耶稣的死 后来他们也都相信 也看到耶稣的复活 可是他们都已经死了 当时也没有录影 我们如何证明耶稣的死 并且复活了呢 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 有许多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可是想想耶稣复活之后 他与门徒继续在一起 甚至教导他们 影响他们的事迹都被记录下来 就是在圣经的当中 再进一步的想想看 若是耶稣没有复活 门徒又害怕这些犹太人 最后结果应该就是 他们四处逃窜 然后就瓦解了 根本不可能有基督教 更不可能有继续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照着圣经真实的所记载 这些被复活的耶稣所影响之后 他们的观念想法都不一样 他们更了解耶稣所讲过的每一句话 因为他们与复活的主相遇了 更想起他生前所说死而复活的事情 他们与复活的主相遇之后 更坚定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 甚至为了宣扬基督赴汤道火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想想若没有与复活的耶稣相遇 这样的信仰的坚持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虽然你没有亲自见过复活的耶稣 但是当你愿意打开心门 相信祂 祂会住在你的心中 不断地产生影响力 圣灵会激励保守你 让复活的救主 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地做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